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讲什么 什么事情都抹红 这国家怎么治理呢 底下还有一些论述 我就不说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小新闻 小新闻我看完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林长佐呢 从大的阵营来说 他是绿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看这个罢免案呢 他们怎么不直接罢免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呢 怎么就罢免这些思虑不虑这种民进党的周边的小爪牙 他们就罢这个东西呢 但是他这个话呢 就扣到了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论点 就是现在这个民进党啊 他把所有的和选举相关的议题都归结于和中共作战 也就是你只要选举 只要不是向着我民进党的 你就是中共 陈伯伟就是民进党的 他只是换了个名字 叫激进党 所以你要跟我民进党作战 得 你把陈伯伟弄掉 我就说是中共所为 今天这个林长佐呢也来了 同一个调 这个调呢 我相信呢 是发自于民进党的竞选总部的 应该是从那个地方放出来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了 现在民进党他在选举这个一盘棋当中 他的目的两个是必须要胜的 第一个 下边这个六都市长 第二个是2024总统 他必须要拿过来 透过什么东西呢 拿过来呢 就是透过他的中选会直接做票 就可以拿过来 为了让这个做票更合法化 更合理化 在前面他一定要做一些铺垫 而这些铺垫呢 像罢免陈伯伟也好 罢免林昌佐也好 这些东西呢 他都逐渐的引向一个中共 只要跟我不对付的 那就是中共 将来打下一个理论基础 什么理论基础呢 就是有一天我就是做票了 我也是把中共做掉 这样的话 那些选务人员 那些网军 他们就问心无愧 觉得哎 我就要这么干 因为上面让我要怎么干的 就要做赢 为什么 我把这个做赢了 中共就没有了 我们讨厌中共 他现在呢在造这么一个声势 所以现在在这些底下 这些竹子 不管你罢免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好 这个对他来说不影响大局 不影响他的总统选举 也不影响他的市长选举 但是呢 因为后边要做票 前面必须要有一个理论上的铺垫 这个铺垫就是透过这些小的罢免案 把中共的因素再次引进来 引进来以后呢 他把这东西呢 他指向了国民党 也就是说 你再配合中共 再打击我们台湾的本土势力 这个国民党呢 到现在呢 自己被戴上了一个红帽子 戴着还挺高兴的 一点都不反对 你给我戴红帽子 我就戴着 配合民进党在演戏 配合民进党在未来的选举去做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感觉中共是无辜的 中共在这个问题上 他不会去就陈伯维这个事情 甚至对你这个林昌佐的事情 他做任何的动作没有意义 对他们来说没道理 我看不出来 但是呢 民进党内部这个操盘手啊 他就在操作这东西 给谁看呢 一部分是给台湾的百姓看 一部分是给自己的网军 给自己的选务人员告诉他们 给他们打枪心计 说这个现在我们就得这么干 不这么干的话 中共就来了 我们要下台 中共就上台了 他们在灌输这个东西 林昌佐这种说法呢 更验证了我们前面说的 民进党在弃足宝剧 弃掉这一块 他没输 民进党这盘下来以后 他没输 他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一个 我后边做票就合法化了 我后边就一定要让我的人当选 绝对不能让国民党胜 因此2022这次选举下来以后 民进党大胜 国民党不要玩了 现在有很多节目 包括中天的节目啊 一些这个评论员 哎呀 兴奋的不得了 哎呀 胜利了 我们要乘胜追击啊 我觉得这个都是假象 这个不是真相 你没胜利 你什么都没胜 你看后边2022吧 你看后边2024吧 你胜不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林长佐这个事情呢 继续往前拱 拱的话呢 在底下又这么闹腾 闹了半天 无论林长佐被扒掉 还是不被扒掉 更加重了中共渗透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一旦加重以后 紧接而来的就是一个叫公投 公投他们也会把中共这个因素 再次引进来的 引进来以后呢 不断不断的升温升温升温 升到明年2022真正到逝选的时候 一把把中共做掉 然后民进党圈上来 他们觉得理所应当 这个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我能看出来的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话题呢 关于高端的事情 高端疫苗的事情 这是网友发给我的信息 来自台湾的信息 我就不念了 我把它内容和大家大概描述一下 就是高端疫苗呢 现在生产了一大批 现在有一部分打不出去了 没有人打了 马上过期了 六个月就过期了 那台湾政府说呢 把这过期的疫苗 把它重新再检测一下 如果看看还没有失效的话呢 把它延期延到12个月 然后12个月 台湾人打不出去呢 把它做外交 给谁啊 给这些友邦国家 真想得出来 把一个高端 没有做过二期临床 三期临床试验的高端 在台湾打死了N多人的高端疫苗 蔡英文赖清德 做了假系的高端疫苗 拿来做外交 给这些友邦国家 这些友邦国家真要吗 那些人脑子 有没有点什么毛病啊 是不是觉得 哟 很友好啊 我倒觉得这个 给友邦国家呢 造不出什么很大的新闻来 要想把这个高端疫苗 去做外交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可以造新闻 就是请把这个高端疫苗 送给美国 送给日本 一定有新闻 那一定是一个 可以震撼全世界的 一个大新闻 就是台湾生产的高端疫苗 在六个月之后 测完了以后 说没过期 继续的展 12个月有效期 把这些高端疫苗呢 无偿的赠送给美国 无偿赠送给日本 因为当时嘛 人家不是赠送了你一些 AZ和莫德纳吗 现在你有了高端了 你也反赠送 让日本人和美国人 来打一打高端疫苗 这个新闻可能还不错 如果台湾干得出来的话 是不是 别给那些什么 岛国呀 南美 拉丁美洲 那些芝麻利那些小国 或者什么索马里兰 别弄那些非洲那些小国 就直接把高端疫苗 送给美国和日本 造一个新闻 看看有什么反应 这个恐怕很八卦 对吧 我也知道这是八卦 但是呢 你送给那些友邦 那些可怜的那些友邦 真的要啊 我不知道了 但是呢 我们看看吧 搞不好台湾人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么缺德的事情 居然能干得出来 送给友邦 还说得出口 还六个月以后再展 测试一下 说没事 再展 你怎么知道 测试一下就没事啊 展到十二个月 哪个国际上疫苗 说我六个月过期以后 测一下再展十二个月 你先说我有哪个 有没有先例 我们所知道的是没有 台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些友邦国家呀 阿弥陀佛吧 各自保重吧 如果拿了 如果接受了这个台湾的高端疫苗 那些人 阿弥陀佛吧 我替你们祷告一下 活着就不错 因为一说到高端疫苗了 我今天为什么不引述这些东西呢 本来想了想 是不是不说这话题 因为前两天我们说了 台湾这个有P4实验室 结果这支影片被黄标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话不让说了 可是台湾有P4实验室 是台湾国防部他自己说的 台湾的媒体中时新闻网 他自己说的 我只是评论一下 结果就这样的话题就被黄标了 一旦被黄标就验证了 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不就是那么简单道理吗 不让说 真相不让老百姓知道 真相不让国际社会知道 你台湾现在有P4实验室 台湾现在有生产什么东西的能力 这些词 这些敏感词都不能讲了 一讲的话 这个AI就真测 真出来以后 我们的影片又被黄标了 所以只能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那个新闻就是真的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今天先收到点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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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